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兩個多月。 在港人的五大訴求中,並沒有香港獨立一項。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主導的中共宣傳機器全面抹黑、誹謗港人、為暴徒、港獨、外部勢力等詞。 指評論家陳破空認為王滬寧要定港獨,這個詞是另有目的。 香港對於大陸是獨一無二的。大陸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作為金融重鎮的香港。 目前,有消息稱,北京對香港局勢定價此前,九月局勢必須停息,否則佔民政滅火。 方案中還包括出兵香港。而此片背後還有底線。 日前,在香港局勢緊張的情況下,中共官就一級國寶地獄。 尋常陳思仁升任國外部長助理。 外界何時?陳思仁自然升官,如果能使出兵國保警察, 則我以為的當局要進行強化中共國保系統在香港局勢中的維穩角色。 中共突進境外臥底電影以與復國好醜聞有關。 中國大陸影視公司。 1月8月19日,在Facebook專頁, 揭出一則影視消息。 昨天網站培訊。 現在,不支持新版社會議題材。 以費用支援。 不容許。 日的過程等身份進入今晚, 來網頓、偵查等都不行。 進入太陽化馬曝, 將對工作轉饸電影。 它環境表現大熱鬧朋友, 對湊潺爭動要求出ます。 аль覆討平手準備。 , 賓業主人其為人, 走過失掙了每次政治外寵的報 cause 有優 DM圖來寫美國中央導體山派。 KOLAN, 随后复国豪的国安身份, 等遭报道,党媒在操作复国豪是英雄后,突然演习西部。 陈破空,拆解王沪宁对港宣传站的如意算盘。 在香港视频繁送周围中,中共官方媒体从普报道到全国性报道, 在到全面抹黑、忽敏、跨港人抗争达到云以附加的程度, 在党媒的仇恨深重下, 反遭洗澡的中国大陆民众, 获得自干部, 自来干粮的五毛港, 对香港的敌视和仇视, 也争取狂流的致敬。 由中共政治与常委王沪宁主导的中共宣传机器, 为制造金港对立、中港仇恨, 竭尽所能的诽谤港人, 既有下列关键词, 暴力、暴乱、暴徒、恐怖分子, 港独、残监、外力士, 只是凭着冤真破空分析, 港独在港人的一大需求中, 并没有香港独立一项。 王沪宁老邓宁主导的词, 都是为了得党港人的真正需求, 最大的需求是双普选, 二是为了残忍大陆民众对港人的仇恨, 三是并有所欲, 仿佛发布的港人追求努力, 发布的香港独立, 以一种中共高举民主主义大气, 将划起党专政的方式。 由此特见, 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 并非空虚来风。 其实,对众港独, 台独、台独、 江湖只有共独, 共产党独裁, 才是最可怕的独, 独。 陈破空还说, 在港人的抗争下, 北京在香港一再败继, 至少犯下三大错, 其一, 去一制造暴力, 以为可以下骨或栽赃港人, 却激起港人更加勇武和更加持久的抗争, 其二, 越俗带跑, 由北京中央政府取代香港特区政府, 直接捕和党人, 把党人对特首林郑月娥的分阻, 填身为反对北京共产党政权的分阻, 其三, 党媒宣传不予高调, 通过精心别造的假信息, 假新人, 在大陆煽动起, 足处的狂潮, 至于, 很多大陆众对香港抗大函杀, 反而让人们犹豫不决的习近平政权下不了台, 北京一再误探港人, 一再在香港传播, 一再在香港失败, 就在于, 一种迷路对付大陆民众的手段, 去对付香港民众, 诸如操纵暴力, 拖毛架过余人, 高喊玩无势力, 实为对喊出败, 殊不知, 香港毕竟是香港, 香港不是大陆, 中国在大陆将新有所的危险手段, 却在香港还不上任务场, 以至于, 一战一败, 一败之力, 香港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 无限无安, 德国匹生保党, 作为与世界联系的接头, 对美国而言, 香港的重要性, 平一无二, 大陆仍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作为基因重镇的香港, 这个七百万人口通室, 是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中心接口, 比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黄天雷, 音译, 指出, 北京领导人明白, 为实现自身处强, 中国继续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 北京此县背后, 还有县, 香港立法会议员片, 北辰二十日, 接受港台节目, 清洗年代访问时, 透露现于10月1日中, 共建政期, 十周年即将来日, 中共对当前香港与时定下所欠, 即使9月初必须平静下来, 否则中央会对港肃使战, 方案中包括中共军队进入香港, 他解释说, 以目前中共的强势, 以及以美国对抗的情况, 中共建政70周年将广受关注, 如果在此时的镜头转到香港, 又有数十万, 一百万人走出来, 中央无法接受, 因此, 十一之前必须警觉香港危机, 台湾联合报二十日报道说, 对于民众来说, 未来时间将是其来解释, 三月三十一日, 林郑将取行另一次大游行, 如果也实在有百万人站出来, 就等于宣判林郑政府的死刑。 中央无法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